在前年的時候 湖光石化 一個天然的屍地一平方公尺多少錢 九十幾塊而已 你知道我們的國家怎麼樣看待我們的屍地 一平方公尺九十幾塊 怎麼看待我們的森林一平方公尺一百五十塊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一個工程公司 他在負責規劃 台中市未來的整個都市計畫 他就請我去給他們公司的這些建築師演講 我講完之後 他問我可不可以提供給他們具體的建議 我說台中市未來的規劃 我提供一個 我就講一個 既然我們的森林 政府看得這麼廉價 那何不把它徵收回來呢 對不對 一百五十塊 如果說政府他要做 只是你們太壞了 我們不支持而已 如果你們真的發願要做好事 我們會不支持嗎 因為我們台灣低海拔的山坡地 或者是政府放領的這些 中海拔的山坡地 它是公告地價是非常便宜的 你為了國土的保安 你是可以把它徵收回來的 那一平方公尺一百五十塊 用人民的力量 難道不能把它買回來嗎 難道你要去徵收農地 然後來做工業區嗎 我們難道不能把山坡地徵收回來 來做一個保安寧嗎 我們保安寧難道這30%就夠了嗎 所以呢 在上一次的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承諾 以至於說我們的林務局 就發出了這樣的一個 農委會發出了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 你只要符合這五個要件 這個土地就會送給你的 第一個要件就是你有承諾的契約 但是呢 還擴大使用 這個什麼意思呢 家裡有承諾那個停車場的 請你舉手一下 如果說 我在住家的大樓 我承諾一個停車格 但是我不小心用了二十格 那這多用了二十格送給你 這樣了解嗎 因為太便宜了 就等於送了啦 我的解讀是這樣的 因為一平方公尺一百五十塊實在太便宜了 第二個呢 也是一樣定有註約 第三個是出家人 如果在上面 不管是蓋教廠或是蓋寺廟的話 那國家也把地送給你 第四個是地方政府 如果覺得離山跟清靜 還有胡壽山農場都不夠用的話 你可以報請中央 然後把山破地再核准成農業專區 第五個 如果你是一個爛肯的人 你不小心把森林破壞到沒有辦法恢復的時候 國家也把地送給你 這是非常廉價的 非常廉價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環保團體在開的記者會的時候 當然你沒有看到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每次記者會的現場我們要憤怒 然後他就說你不禮貌的原因了 這樣知道嗎 你們會生氣 你也可以想像說 當時為什麼15K的時候你會生氣 你因為你沒有在現場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為什麼你會生氣 所以這個現場你想想看 每一個人都講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回到我們的人民 有沒有辦法有自覺 當你人民都沒有自覺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做 他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把他行政命令還是沒有撤銷 就算二三十個立委連署 他還是不理你 我們繼續看 所以我們台灣的民產不是太陽餅 也不是鳳梨酥 叫做土石流 這是台灣的民產 如果說我們這樣搞下去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一直崩會崩到安息腳為止 如果失去了天然森林的保護 你不要以為這個叫做歷史 這個是2010年 2011年2012年都還在發生 我們現在台灣山上的山體的潰爛 目前是現在進行的 而且是非常的嚴重 我們再回到台中這邊來 台中呢 這個叫做海岸丘陵 剩下的唯一的 就是原始的森林 那我們上次呢 在先秋班的時候也提到說 這樣的一個原始森林裡面 農委會有適度拍到石斧的出沒 不是特申中心 特申中心是國家級的研究機構 他所在這邊進行的研究 是應該具有權威性的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沒想到 一樣的這樣的一個森林裡面 他要進行這樣的一個開發 每一公里要花一億喔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既有的道路 距離不到300公尺開一個平行的 然後把保安寧解編 當他要開這條路的時候 要不要環平 每一個人都說 我們都經過了合法的程序 但是呢 你各位不曉得說 現在台灣是一個 用民主的遊戲在玩民主的一個現象 他只要經過了合法的程序之後 你就活不倒他了 所以呢他在這樣的一個環平裡面 他把特殊中心研究報告沒有放進去 他把農委會所公告的 稀有的職務在這裡面呢 全台灣剩不到2000株的 這裡面就有好幾株 他也不放進去 然後他的環平呢 環平委員找的不是生態的 不是自然保護的 他找的是誰 都市計畫的 道路開發的 環平委員 那環平委員一看 嗯好啊 那就縮小一點啊 減少傷害啊 那就通過了 那當你一個環平的程序通過之後 就好像美麗灣 通過之後 他只要去 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合法的程序 你要活倒他都很難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先秋灣 10月21號不是去封路嗎 那你封路之後呢 能夠做什麼 那我也很懷疑啦 到底我們 到現在能夠做什麼 所以我現在就是 把前面這半段 就是台灣現在面臨的環境問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蔡介陽老師的演講 就是當時的國光石畫 他就丟出來一個 荷蘭人在300年前 在畫台灣島的地圖的時候 其實就很清楚了 台灣島的這個整個海岸線 1400多公里 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 像中部這個叫泥巴的海岸 加一根台南是西湖 就是內海的海岸 屏東呢 是一個珊瑚礁的海岸 那花東是一個海岸 就是板塊擠壓的海岸山脈 台北呢 這個北部是火山的海岸 金土這邊是沙丘 當然還有所謂的藻礁 那這樣的一個海岸線 不同的海岸線 它代表的就是具有特色 特色就是不可取代性 也就是說 墾丁的珊瑚礁 沒有辦法用 台中的這邊的一個泥巴的海岸來取代 特色叫做不可取代性 就像我不可取代你是一樣的 那當時這個是佐水溪 佐水溪的南岸 叫做六清工業區 佐水溪的北岸呢 就是要開發這剩下的十五公里的泥巴的海岸 全台灣剩下十五公里 僅剩下十五公里泥巴的海岸 這一段呢 破壞掉之後就沒有了 當時的國光實話就在講說 你們不要擔心啦 我都知道說 有十五公里泥巴的海岸 但是呢 我們只用八公里還有七公里 當時他們是這樣講的 當然 如果說這邊剩下七公里還會活嗎 就沒有辦法了 當然這個整個就 就因為我們的努力 他就沒有在這邊設長 但是你想想看喔 從國光實話在2011年2012年到現在2013年呢 我們國家的重要勢力 這個是八卦山 這個是佐水溪 到目前為止 全台灣的海岸勢力 剩下最後這一塊泥巴的海岸勢力 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 都不願意公告它是重要的勢力 到目前為止喔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講的叫做生態 維生系統的摧毀 從山上的森林 海岸的丘陵 到海邊的勢力 那就不用講河川了 河川更嚴重 那這整個生態系統的摧毀 是讓人比較感覺沒有立即性的危害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跟自然已經完全就是幾乎是脫離了 是在課室裡面在上課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感受到被破壞了對我有什麼關係 一般在都市人 比較會能夠感受的就是直接的 就是污染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污染 當然有所謂的核災的污染 那核災的污染因為今天有綠蒙的夥伴來 那你可以多請教他 那我要講的是 常常到核災的時候污染的時候 或者是在談核災議題的時候 就談反核重要或減碳重要 我在前年的時候去波士頓學院去拜訪一個物理系的一個教授 然後我就跟他談這個問題 那他就說 他現在正在研發這個真空的玻璃管 你在做什麼 他說他現在他覺得說那個太陽能光電板太貴了 他不是能夠做出符合人類需求的電 而且他要用的是稀有金屬 然後這些東西就算全部開採出來之後 那也沒有辦法滿足現在目前的用電的需求 他說認為 目前太陽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太陽能熱水器 用的最有效的 然後他就去研發 這個真空的玻璃管裡面是銅片 他說我用的是玻璃 玻璃材料好不好取得 他說我用的是銅片 材料也很好取得 然後他說我這一套系統 他可以轉換 把光轉換變成熱 可以轉換變成98% 他說我吸收的光譜是全光譜的 從紅外線到紫外線 那他現在在跟麻省理工學院的團隊研究 怎麼樣把這98%的熱變成電 我看到你覺得可不可能 光變成熱 熱變成電 這應該是可能的 而且又跟麻省理工在做 那我覺得他們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人 那可能會成功 然後我就在想說我在聽他講的時候 我就在想像 十年之後我們的汽車就可以不用加油了 就掛玻璃管曬太陽就可以跑了 98%可以轉換能量耶 那我要講什麼呢 你各位知道說一個核電廠 它的造價到它廚藝要花一兆 一兆是多少錢 一兆是一萬的一億 那你如果要有一兆的話 現在開始買熱透 如果平均每次中獎是一億的話 你開始買熱透 要買一萬次 每次都一定要能夠中獎 要中一萬次你就有一兆了 所以我們台灣用的是做核電廠 它的社會成本是四兆 那我就在想像說 過去這三十年 我們整個社會成本要投入四兆 來做這樣的核電廠 或者未來廚藝的整個社會成本 要花四萬個一億 拿到四萬個一億 沒有辦法請得起世界知名的科學家 或者是進行成立一個研究團隊 來做這樣的綠色能源的研究嗎 好 好 好